小師傅 耶 歡迎收看 瘦給康廚 歡迎收看 瘦給康廚 小師傅 你好 大家好 真的證明我們是在戶外 因為有風吹 吹了頭髮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的清涼一下百元大餐 要介紹什麼料理咧 這個叫醉莫西芹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食材有哪些 好 陽芹三枝 半顆的紅椒 半顆的黃椒 割出來這顆白芝麻 就這樣那麼簡單 好 這芹菜 稍微煮 汆燙一個料 我們就可以去剝皮 剝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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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時間 再來 現在湯起來 湯好 現在湯以後 中 這個絲 要剝皮 再剝皮 要燙一下 那個絲比較好拔 對… 蓋上去 這樣 好 我現在來 這個… 這個也要剝皮 剝皮 不會軟 OK 好 現在這樣來 現在稍微切一下 要剝皮 這也是一個小技巧 這樣而已 頭切一點點 然後就可以剝起來了 你看 燙燙燙燙 不要怕燙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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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十幾年了 這絲絲 這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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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把它切一段一段的 好 洪師傅 我順便要問你一個問題 是 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燙燙燙 吃菜 但是他覺得有一個問題 他很快燙燙 就這樣 對 這樣啊 快燙燙是 你看 如果不燙燙燙 還是不燙燙 但是他很快 很快就燙了 燙燙好燙燙 好消化 所以我們問他吃了 如果不燙燙就不好 你知道嗎 所以 燙燙燙燙燙好 燙燙燙好 燙燙就是 表示這個 用燙燙燙燙 所以 算燙燙的就對了 正燙燙 正燙的 正燙的啊 你又說對啦 正燙的 對… 所以燙燙燙燙 就是燙燙比較燙燙 不然你吃雞肉 就燙燙燙燙 燙燙燙燙 比較不會燙燙 加燙燙燙 吃一燙燙燙 所以但是 吃久了就不會這樣 就沒有這種燙燙 吃一燙就不會 其實我有看過一些紀錄 奧運選手 游泳 自由式 那游泳需要消耗 很大體力的耶 我們常會想說 你吃素沒有體力 錯 很多的奧運選手 都是吃素的 沒有錯 還有那種常年吃素 還可以奪得 56次的金牌耶 對 所以 吃素不是說吃素 就變沒體力 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觀念 對… 所以沒有啦 心裡要健康 就一定要用素心 我現在這個 加藍莎這個 四蠔油下去 好 芥末再冷 再配就好 這樣 好 好 芥末要 對 對 對 因為怕有小朋友 不敢看 對… 小朋友不敢吃芥末 好來 這樣 現在才可以嗎 你看馬上的這樣子 一道清涼的冷菜 涼拌的菜就出來了 我就喜歡吃這樣 全部都是蔬菜 尤其是我最喜歡吃這個西芹 對 它有豐富的纖維素 對 纖維素進到腸子裡面去幹嘛呢 幫我們洗刷刷… 把我們腸胃就洗得非常乾淨 沒有錯 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要搭配其他的蔬菜 對… 這樣來心裡就很健康 要這麼五色 這麼五色 五個顏色 今天只有三個顏色 對 你還可以再多加青椒 對 還有什麼呢 木耳 木耳 木耳有豐富的膠質 對 膠原蛋白 加水噹噹噹 對 其實我覺得女生真的要多吃素耶 沒有錯… 因為我發現這樣吃素的 它的好處真的很多耶 對 才不會變成調仔劑得照出來 要花種片的錢 對 調仔劑 是女生真的 因為女生那個… 那個女性荷爾蒙 有時候每個月這樣子 它調適的不是很順暢的時候 我們就會長痘痘 所以呢 你先來改多吃素 有這些維他命 ABCD EFG啦 就可以幫我們 血液清乾淨 然後免疫系統增強 然後排泄代泄 這樣好就… 對不對 而且講到代泄 你知道嗎 現在有一個紋綿病 叫做痛風 對… 痛風… 痛風就是我們腎臟引起的 那腎臟是幹嘛用的呢 腎臟就是在代謝排毒用的 那腎臟你沒有顧好呢 就容易出毛病啦 對 白病就來啦 對 沒有錯 好的 那我們現在又 教了觀眾朋友很多的好的知識 嘗試 是 黃師傅 再給我們觀眾朋友提醒一下 好 好 觀眾朋友 大掃心 改健康做恐怖 是的沒錯 拜拜 拜拜 拜拜